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继续介绍黑体辐射实验 黑体辐射是这么一个现象 在自然界中的所有的有温度的物体 都会发出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比如说以人的体温37度左右为例的话 人发出的黑体辐射的波长范围 应该是在9000多纳米范围之内 但是人眼的视力范围大概在400纳米到700纳米之间 因此人的体温发出的这种电磁辐射 人眼并观察波长 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仪器的观察到 人发出的这种有一定温度的人体 发出的这种电磁波的 我们屏幕上的这两张图就显示了 在可见光波段和红外波段观察到这两种波长的 这个图像的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上面这幅图 上面这幅图呢 这个人的他的手呢 被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手覆盖 因此我们在可见光的范围之内呢 我们实际上是观察不到他的手的具体的形状了 但是在下面这张图呢 我们采用红外线的那个摄影技术呢 我们会发现这人呢 因为是有温度的这个物体 他发出的这个一定的温度的这个波长呢 是能够穿透这个黑的塑料袋 被这个被我们这个摄像机所观察到的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红外的方式呢 能够直接的还是观察到我们这有一定体温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形状 而不管这个东西有没有被这个黑色的塑料袋所覆盖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黑体辐射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我们要研究这种黑体辐射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定义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材 我们比如穿的衣服或者是不同的材质呢 你发出的不同的这个波段的这个这个波长的这个强度呢 会受这个材质的影响 我们定义有一种叫做黑体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认为黑体这个一个东西呢 它能够把照上的它表面的所有的光完全的吸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黑体的表面再观察到它发出的这个辐射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黑体 就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黑体辐射 如果它不能完全吸收呢 那么它的反射光呢 或者就会和它本身的黑体辐射的这个光呢 会混合起来 这样会干扰我们的实验 那么智商界中 怎么样找到这种比较完美的黑体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开了一个小口的一个空腔的盒子 来代替我们那个黑体的这个概念 这个盒子呢 开了一个小口 光线照射到这个小口以后呢 它会在这个盒子的内壁呢 多次反射被这个盒子渐渐吸收 而不会发射 而不会从这个口的反射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小口的附近呢 观观察到它发出的各种波上 就是它发出的 就是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发出的黑体辐射 那要注意一点的是 可能大家不要误解这个黑体 黑体的是指的是我们开口的这个小口的 就这个开口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认为是黑体 而不是我们整个盒子 这整个盒子只是为了 为了满入这个黑体的要求的 然后实现了这么一个装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盒子的加温到不同的 它发出来的这个辐射的 在不同的波段的强度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 一系列的曲线 这个曲线就表示这个盒子在3500K 4000K 4500K 5000K到5500K 这个不同的这个温度下呢 它发出来的电池辐射的 在不同的波段的这个强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强度呢 这是这是有一系列一组的曲线 为了解释这么一个曲线呢 那个物理学家通过经典物理的方式呢 推导了不同的公式来对它进行研究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 这个图 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黑体辐射图 这个圆圈 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很多的这个圆圈呢 就是我们的实验观察到的数据点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尾恩线 尾恩线是下面的这条曲线 尾恩线呢是尾恩呢 呃在经典物理学里面呢 根据这个光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概念出发 来推导出这条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曲线呢 在光的短波区域呢 和曲线吻合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在波长变长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呃相差的越来越大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长波的区域呢 本来呃这个这个实验的这个原点呢 呃还是还是有一系列的就是它还是大于0的结果 但是尾恩线呢已经曲线于0了 这个呢说明尾恩线呢在长波的区域呢 和我们的实验结果呢并不吻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条线是瑞丽金丝线 这条线呢是呃是通是通过这个经典物理学对光呢 以这个波动的方式呢来进行推导的 它推导的这个结果的这条这条线呢 在长波区域呢和这个实验线吻合的非常好 但是在短波区域呢发现并不吻合 而且呢在波长越来越短的时候呢 这条线的去向于一个无穷大 这个呢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一个情况 因此呢在物理学呢 经济物理学在处理这个黑体辐射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两难的经济 首先呢如果我们把光看成是一个粒子 那么呢推导出来的这个尾恩线呢 在长波区域呢并不符合 然后如果我们把光呢看成一个波动 那么这个呢它在长波区域虽然非常吻合 但是短波区域呢又不吻合 那么为了解释这么一个实验呢 最早的是由普朗克凑出来的一个公式 为什么说凑的 就是它根据这些实验点的结果呢 拼凑了一个公式来使得强行的满足这个实验的结果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呢 强行自己造一个公式出来 但是这个公式呢和这个实验点的结果吻合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线 就是贯穿到这个空性的小圆圈的实验点的数据呢 这个吻合得非常非常好 这就是普朗克他的拼凑的公式和和这个实验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公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它这个公式就是等于2πhc出上那么的负五次方 然后乘上一个e的hc出于那么的kt-1 这个公式里面h呢是一个叫普朗克常数的一个东西 c是光速那么的是这个不同的波长 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波长情况下 它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强度呢 是和这个达木达负五次方分之一层 呃负五次方分之一层正比的 但是呢它同时还下面还跟这个达木达的一个抑制数有关 呃这虽然是一个拼头的公式 但是它和实验吻合得非常好 因此了普朗克就去思索 这个公式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 最后呢它是通过光是波动性的这么一个 呃呃就是理动出发 就还是从瑞尼金师它的这个波动性的这个推导出发 但是呢它做了一个假设 也就是说光的能量 光的能量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连续的能量 而是是一份一份的能量 这一份的能量等于h乘上c 然后再除以nm的 也就是说每一份光的能量呢 是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上这个光速除上这个 它的波长 也就是说它这是一种量子化的假设 就是它认为这个可以体辐射出来的能量 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能量 而是呢是一份一份的能量 这就是普朗克的量子的假设 嗯普朗克提出的这种量子的假设 那它虽然和完美的解释它的公式 就是它能够通过这种假设的推导出它的公式 同时也跟实验吻合的很好 但是呢它对这个经典物理学呢是一个颠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微积分 微积分呢它的基础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微积分讲的最开始第一个小节内容 就是无穷大和无穷小这两个概念 因为微积分认为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是无限可分的 因此它有这个无限大和无限小这两个 呃这两个概念在这个地方 无限小的就是就是认为 你不管你假想的有多小 它这个它这个无穷小的都比你这个小的要更小 是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如果有这种量子化的假设呢 无穷小这么一个概念呢就不成了 因为在这个量的话 假设下面比如说能量它是只能是一分一分的 不能比一分更小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假设我们手中的人民币就是代表能量的话 我们最小的这这一个能量呢就是我们手上的一分钱 你不可能如果你拿这个人民币就是现金进行交易的话 你不可能找出一个比一分钱更小的一个硬币来 给另外一个人进行交易 然后这一分钱呢就代表了这是能量的这个一个量子的假设 我们再换一个方法的时候 大家在屏幕前看到了老师讲课的这个内容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图像 但是实际上呢大家是 这是大家的屏幕呢是由一个一个像素点组成的 实际上老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讲课的内容呢 实际上并不是是一个连续的图像 而是他有他最小的每一个图像呢就是我们屏幕上的一个像素 因此这个像素呢就是代表了我们这是 这个图像呢这是一个量子的 这么这是一个量子化的 就是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们图像上一个像素点更小的一个像素出来 好呃我们再看一下呃这个图像客提出了这个量子化的假设以后呢 而爱因市场根据这个量子化的假设呢更加证实了另外一个困扰的 当时很久的一个呃一个实验下就被称为这个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呢是什么样一个效应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金属上面用一定强度的光去照射这个金属 然后呢这个金属上面会会发射出电子出来 然后再然后形成一个电流 这个效应呢被称为光电效应 但是呢在这个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呃科学家发现呃这个发出的这个 就是如果这个光电效应能够产生我们能关上这个电流 这个跟光的强度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假设如果我是用红光照射 我不管照射这个金属照射多长时间 我都观测不到这个呃光电效应 但是如果我用纸光照射很快就能出现 虽然这个电流很弱 但是它能够出现 但是我红光我不管有多强 这个光电效应都不会出现 那这是一个这是和经典的物理学呢 是也是一个相矛盾的地方 经典物理学里面呢光是呃波动是指于是一个呃是一是能量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波动呢就是我这个能量造射这个金属时间足够长 这个能量上负集的足够多呢我总是能够把这个金属里面的电子给激发出来了 但是呢实际情况下这个激发的过程呢我的光的波长必须大于一定的呃一定的波长才能够观察到这个光电效应 反之呢是不行的 爱因斯呢利用这个普朗克提出的这么一个量子化的假设就认为我们这个实际的照射的这个光呢它的能量因为是量子的 它的每一份的光子的能量是等于hc除上nm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光子的能量越呃就是我的光的波长越短 它的能量就会越大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光子才能把这个金属里面的电子能给激发出来 相反的如果你是红光你的你的波长比较长 你的每一每一个光子的能量比较小的时候呢你的能量小于这个金属里面的电子从金属表面出来这个能量 你就永远激发不出这个这个光电效应出来 因此阿因斯坦通过这个呃通过普朗克的这个量子化假设的完美的解释的光电效应这个这个实验现象 我们看到这张图呢是呃美国的实验物理学家密尼根在研究光光光电效应的一张实验的图 密尼根呢呃是也是美国一个呃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物理学家 他主要的贡献呢在于他测量了这个电子的电荷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1.6乘上10的-9四方库仑 这就是密尼根最先测出来的 然后呢呃呃这一个的光电效应呢也是密尼根呢在实验中发现的呃他因为这这两个实验呢 获得了1923年的物理呃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呃根据这些量子化的假设的那个科学呃物理学家的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物理学家称为呃量子力学或者现在也称为现代物理学我们来看一下呃一张大图 这张大图呢是展现了当时重新建立这个现代物理学的一系列物理学大师的这么一个合影 这张合影呢非常珍贵也非常有名大家在网上呢都能看得到 呃在这个建立这个量子力学的过程中呢有一本书呢是很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叫量子力学史化 这本书呢强细的介绍了当时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提出这么量子化的假设 然后以及怎么样通过这个量子化的假设建立的一步步建立的量子力学 以及现代科学的基础 好还有最后一点呢值得说明的呃说明的是呢我们虽然是在研究非常小的物体 比如说原子或者是电子的时候提出的这个呃量子的概念 但是呢这个量子的并不是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无关的呃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第一讲中提到的原子钟 原子钟呢是通过激发这个原子 然后观察这个原子发出来的受机辐射的这个微波的频率 然后来对时间进行一个精密测量呢 虽然这个原子的激发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很微观的呃量子的现象 但是呢它能够导致很多 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相关的一些结果 比如说有了这种机密测量以后呢我们的手机的三级或者四级的通话呢 能够实现我们的家里的能够通过这个光纤上网呢 呃也是由于这个这个非常高精度的对这个时间的计时才能才能允许的 甚至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北斗的这个导航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原子钟的非常精确的受识才能够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位的结果 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呃这个量子力学呃这个这个课 呃这个是物理学里面跟大家生活的 就是说可能大家不一定会记错 但是呢它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呢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好 那个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新概念物理课程的讲座呢就到这个地方 呃这个我们一直经历的十八奖 呃到这个呃一直到最后我们给大家呃介绍完了经典物理学以后 又给大家展望了呃现代物理学里面的一些新的新的知识 呃非常感谢大家一直观看这门课程一直到最后 呃也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 好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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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